雖然沒有正式登記結婚 但兩人關係已經像是夫妻 曾先生看著照片 仍不敢相信 新冠肺炎竟奪走女友性命 其實讓他無法接受的 不是病毒無情 而是醫療體系在整個過程中 讓他們一家人無所适從 根據家人的說法 基隆市60多歲成姓婦人 4月20號身體出現異狀 4月21日快篩陽性 到醫院裁檢確診 4月22日高燒到急診 接受靜脈注射治療 當天就返家收養 4月24日曾先生返家後 發現成姓婦人沒有呼吸 急救無效 這個成姓民眾後來不幸往生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遺憾 衛生局的行政管理 我們不會去介入醫療的專業判斷 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這病患到急診 你一定要處置 4日上午 基隆市府市政總檢討上 衛生局長再次對成姓婦人的事件做出回應 家屬只希望不要再有下個悲劇發生 太驚呼了 那是一條人命 然而就在曾先生抗議 衛生局通報系統不暢通後 又發生基隆某間老人養護中心群聚 有住民快篩陽性 但直到隔天中午 住民過世 衛生局下午才前往做PCR 遭質疑延誤送醫時間 安養機構有許多高風險的老人家 基隆市去年就發生 長照安養機構的群聚感染 確診率及死亡率都是全國第一 這一次又爆發安養中心一口氣 超過十億人染疫 讓人憂心去年的噩夢是否捲土重來 去年5月清零政策下 基隆一家診所三家機構發生群聚 確診人數58人15人死亡 如今疫情進入爆發期 基隆還是全台染疫比例最高縣市 摊開北北基確診數據 統計至5月2號 北市每萬人有118.87人 新北每萬人有134.51人 基隆每一萬人就有224.96人確診 對此市長林又昌解釋 這是選擇面對疫情 落實篩檢的結果 因為我們篩得很徹底 篩得很徹底 所以確診的這個人數我們是比較誠實的去呈現 我們篩檢人數人次一天是跟台北市差不多 甚至有時候比他還多 多到那個CDC都控管我們的那個篩檢棒 林又昌強調基隆短短一個月內用20萬劑快篩加上PCR篩檢 11萬人次超過全市三成人口 大量篩檢也就反映在確診比例上 面對疫情市府對策依然是提高疫苗施打率 維護醫療量能提供抗病毒藥物 備其這三條救命線才能讓疫情軟著陸 TVBS新聞陳佑翔王浩宇基隆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訂閱並開啟大視